注意看失衡遍野的战场上 一个小伙伸开双眼 从裤裆里掏出壁绳 一刀接过身旁的敌军机枪绳 接管会冒懒火的加特林 对着向我军冲锋的敌人疯狂吐吐 一枪一个小看了名 把队友都惊呆了 小伙子仅凭一挺机枪 就把敌军那群松花软弹 打得连连后退 敌人逃跑后 小伙迈着六心不认的步伐 在失衡遍野的战场中 收集敌军散落的装备 冲入解放战壕中 向自己的老班长邀功 班长 我把敌人给打跑了 怎样 班长看他表现优异 立即赏了他一个最爱的大逼兜 给小伙都整懵了 小伙叫董存瑞 以前是民兵队长 参加过很多大型战役 就在小伙蒙蔽之际 连长老赵从阵地后方赶来 给六班带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让六班仅剩的六人 抵挡两个营的敌军一个小时 掩护大部队的撤离 任谁都知道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料 六班的战士们竟一口答应下来 连长立马指挥其他各班 把枪支弹药送向六班阵地 然后带着人马火速撤离 敌军一看 我军的大部队撤离 直接冲向我军阵地 结果六班的几个人 竟打出了一个连的气势 把敌军都吓懵了 请将火力支援 火力支援 六班的战士们正在奋勇杀敌 董存瑞发现不对劲 马上向班长汇报 班长 连忙让队友隐蔽 一轮炮火洗了以后 敌军又冲了上来 而他们的位置 已经暴露在敌方的炮火下 无奈 众人只好撤向旁边的阵地 在撤退途中 还损失了两名队友 众人顾不上难过 和敌军打了起来 另一边 火军大部队已经到达安全地带 指导员立即带着人马 返回阵地去支援六班 可经过多次侦查发现 阵地中只剩下了敌人 没有发现六班众人的身影 难道六班众人已经牺牲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只见六班众人穿着吉利服 卧在草队里观察敌情 众人虽然逃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但山里的唯一出路 小托河 有敌军的重兵把守 根本不能硬闯 只能治举 班长让众人分头打敦情炮 一会儿再回来集合 孙大光侦查途中 还逮回了一只兔子 班长看着兔子心生一气 用兔子做诱饵 俘获了一个三人小队 抢了他们的衣服和装备 随后伪装成修电话的小兵 趁着夜色混进了敌军的阵营中 把瞭望塔上的敌人忽悠下来 几人一拳一个小朋友 把敌人全部改搬 然后利用他们的小团突围 谁知刚一上岸 敌军就发现了被干掉的队友 于是立即朝着水面疯狂射击 班长让队友们 藏好别动 不要开枪 怎样这是敌人的机枪 恰好扫射到他们藏身的土坤 董孙人以为他们被敌人发现了 立马起身射击 胆转一枪 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敌人向众人疯狂扫射 班长为了救董孙人 身中速弹 光荣牺牲 没有找到六班战士们的指导员 以为六班众人已经牺牲 召集全连战士们集合 给他们办一个追悼会 连长老赵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躲在宿舍里茶饭不思 转眼到了追悼会的时间 众人正在默哀那 山头上突然闪过几道人影 被我军的战士们 当成敌人围了起来 结果众人定睛一看 呵 这才发现 这仨人正是死而离逃生的 董孙瑞等人 欲寡欢的老赵 看着回来的仨人 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 随即老赵召集孙大光和王海山 这两个六班的老兵 了解当时的情况 王海山向连长告状 因为董孙瑞不听命令擅自开枪 这才导致了老班长的牺牲 老赵一听自己多年的战友 就因为一个不听命令的 新兵的案子牺牲 气球不打一处来 随即把董孙瑞调到了崔氏班 然后和各个班长们 讨论六班重组的事情 班长们统一支持 王海山当六班的班长 董孙瑞在崔氏班也不好好看 引得崔氏班班长去找连长告状 连长找到董孙瑞和他促习成谈 告诉董孙瑞 他的毛病不是小毛病 让他在崔氏班那里好好改造 董孙瑞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在崔氏班中好好改造 迎一遍 我军发现了敌军牛三 前往北线掠夺的路线 随即派出战士们前去埋伏 随时班派董孙瑞和牛玉和 给埋伏的战士们送饭 两人送完饭下山途中 董孙瑞正和牛玉和 吹嘘自己的英雄事迹呢 董孙瑞话还没说完呢 一牛脸就看见了敌军运输物资的小队 拿着扁担可就冲了上去 注意看 小伙手持扁担 从山上一圆下 一招雷霆半月斩 把敌军将领斩于马下 敌军的小开了名们 陛下的不知所措 董孙瑞把他们的枪全都没收 然后压着他们和物资 改回了基地 战士们看着董孙瑞 抢回这么多新式物资 欣喜若狂的 围着董孙瑞大喊起来 连长和指导员 为了奖励董孙瑞两人 满足了董孙瑞 想回六班的心愿 把他们调回了六班 随之董孙瑞两人 刚回到六班 班长王海山就给他俩 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侦查任务 只见小董身穿吉利服 在敌军的城池外埋伏 从白天到晚上 也没等了一个人 就在让人想放弃的时候 一个敌军骑马 从城池中跑出 董孙瑞看准时机 猛的窜出 连人带马一起下云 扛着俘虏就回了基地 俘虏名叫做二狗 是从牛三那里 跑出来投城的 还带来了机密情报文件 连长掌握了这些情报 立即安排战士们 攻打北线 连长让六班埋伏在战场边缘 防止敌军的坦克进入战局 王海山下令 让六班的战士们不要轻举妄斗 结果王海山刚下完命令 董孙瑞就看见一小队敌军 偷偷摸进一营阵地 董孙瑞此时 也顾不上王海山的命令 直接冲向一营阵地 一营的战士们 此时还没有发掘危险 好在董孙瑞及时赶到 对着敌军开枪射击 一营战士这才反应过来 和董孙瑞一起全尖了敌军 另一边 敌军开着坦克冲向战场 王海山健壮 立即安排爆破手 包着炸药包冲向敌军坦克 剩下的战士们 开枪为爆破手掩护 怎料爆破手一个不注意 被坦克一跑轰倒 王海山看得目自欲裂 随即拿起炸药包 顶着枪林弹鱼冲向坦克 可是敌方的火力太猛 王海山几次冲刺都没见效 还被一枪打中了手臂 眼看坦克慢慢逼近 董孙瑞此时也赶了回来 看着王海山中弹 号令战士们和他一起冲锋 把敌军士兵全部射杀 只留下了一个铁王吧 这是王海山抽准时机 一步跃到坦克上 打开王八盖子 把炸药包扔了进去 坦克随之被炸成了破烂 由于坦克被六班阻击 我军进攻北线的战役中 取得了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 因为王海山的胳膊伤势太过严重 于是连长不得不将他 送去后方医院治疗 随后指定董孙瑞为代理班长 交代董孙瑞一定要带好六班 第二天连长找来董孙瑞 要把座二狗安排到六班 询问董孙瑞的意见 谁是董孙瑞对自己抓来的俘虏 心存芥蒂 嫌弃他的胆子太小 说什么也不要 连长跟座二狗这两个老油条 竟然联合起来唱起了双环 俩人一唱一和 把董孙瑞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然后董孙瑞就心甘情愿的 带着二狗去和队友们一起训练 怎料这些队友对座二狗的态度 也是非常恶劣 看见座二狗的到来 战士们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孙大光拿着自己的臭鞋 噓二狗 胡让二狗睡在这里 好在董孙瑞及时赶到 给二狗安排了床位 另一边牛仔的外甥 给他带了一批品质优良的美式装备 牛仔对时就有了底气 竟然还想主动出击 密谋进攻我军阵地 也不知道是不是梁静如给他的勇气 而此时 王海山从医院治疗回来 因为他走的这一段时间 右班的人员已经满了 连长决定让他去顶替 五班班长的职位 为此 王海山和董孙瑞还打了一架 好在有连长的劝说 两人才就此作罢 拿着夜脸 牛仔竟然就带人攻打基地 连长紧急下达作战命令 安排五班主攻 六班去后山包抄 争取包围敌人 五班在前线英勇杀敌 敌人们被打得落荒而逃 前往后山阻击敌人的六班 竟被一个小土坷拦住 导致了敌人从后山逃离 追赶敌人的王海山 发现敌人不见了踪影 使则董孙瑞放跑了敌人 还嘲讽董孙瑞 带的六班就是个面团班 经过晚上的战斗 董孙瑞发觉 六班在自己的带领下 就是一盘散沙 第二天 董孙瑞就去找连长 主动卸下班长职务 另一边 牛三那边的粮草不足 让人下山去找补给 怎料被民兵队的侦察员发现 立即回村召集人马 要把这批粮草给截了 敌军的狗头军失觉呢 肯定会有人来接粮草 于是带兵埋伏在草丛里 这不刚埋伏好 民兵队的众人就自投罗网 民兵队被敌人偷袭 死伤严重 好在董孙瑞带着六班战士们 及时赶到 把埋伏的敌人打跑了 这才救下了众多民兵 牛三屡次来犯我军 总部下达命令 要把牛三的势力连根拔起 连长为了让董孙瑞重拾信心 特意叫来王海山配合自己 当着董孙瑞的面 演了一出好戏 故意派给王海山 一个非常重要的侦察任务 董孙瑞怎么可能 眼睁睁看着王海山立功 急忙向连长表示 六班和五班要一同行动 比一别谁的任务 完成得更快更好 董孙瑞火急火燎的赶回作舍 和自己的队员制定作战方案 这时候小机灵鬼作二狗提出 要深入敌军 才能打探到更有价值的情报 董孙瑞一听 这是个好办法啊 随即让众人 每人来了一段 不过众人的表现属实一般 就在这时 在敌军阵营 练习两年半的练习生 走二狗闪亮登场 一番畸形四射的表演 把众人都看懵了 二狗被众人一顿狂狼 好在董孙瑞及时阻止了他们 董孙瑞看了二狗的表演 立即决定 让二狗和自己实行潜入计划 连长听后 非常肯定董孙瑞的计划 随后董孙瑞乔装打扮一番 前往敌军阵地 正好被牛三的手下抓住 二狗认识牛三 抢来的压榨夫人二压 随即二狗伪装成二压的表哥 成功骗过牛三 二狗在牛三这里好似如鱼得水 很快就和敌人打成一片 把董孙瑞都看呆了 晚上二狗找到牛三 一顿花眼巧语 哄的牛三心里 那就一个美啊 当场就让二狗留在这里 跟着自己干 二狗俩人随即在屋里 喝起了小酒畅谈未来 二狗对付一个小小牛三 那是绰绰有余 没一会儿牛三就被灌晕 随即二狗和董孙瑞会合 把牛三的计划书和发暴机 通通拿走 二狗觉得俩人目标太大 容易被发现 提出俩人分头跑 在团里集合 谁知刚要跑路的二狗 猛然想到二压还在这里 要是自己跑了 牛三肯定不会放过他 随后二狗找到二压 把他一起偷偷带回了团里 连长看着董孙瑞拿回的计划书 发现里头详细的记录了 牛三寨子的兵力部署 决定今天晚上 就去把牛三的寨子给端了 战士们立马分头行动 董孙瑞带着众人伪装成敌军 企图混入敌方机枪战地 不料被敌人发现 六班的战士们 与之展开了激烈战斗 时时敌人火力太猛 牛一合被一枪打中小腿 战士们四处闪躲 董孙瑞可不会惯着他们 跑到敌人身旁 一把握住滚烫的机枪枪玩 直接把机枪夺了下来 没了机枪的猛烈射击 战士们的压力骤减 把敌人打得都抬不起头 另一边 王海山带着五班战士们 对着敌人也发起了冲锋 牛三一看 实力悬术太大 下令走后山逃跑 而董孙瑞在攻下机枪阵地后 带兵前往后山 围堵逃跑的敌人 谁知牛三正好闯入包围圈 牛三一时之间 进退两难 被赶到的王海山成功火捉 压着这个老狐狸 回了团部 结果刚到团部 牛三就看见了 潜入自己寨子的二狗 牛三还说二狗抢了他的媳妇 这下董孙瑞可坐不住了 连忙跑去寻问二狗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二狗可不敢说实话 立马失口否认 怎料书三亮偶然发现 二狗把二鸭藏在草舵里 气得董孙瑞当场就避了二狗 好在连长及时赶到 这才把二鸭和二狗的事情解决 一日团部打了电话 为了奖励董孙瑞 让他去团里吃英雄饭 这可把董孙瑞得意坏了 身披大红花盛装前往团部 董孙瑞也是个自来熟 很快便跟团长说了起来 两人你一碗我一碗喝起酒来 董孙瑞喝完酒后 渐渐进入状态 搂着团长就开始满嘴跑火车 一口一个兄弟 喊的那就一个亲啊 把连长都看呆了 吃完英雄班从团部回来后 连长立即召见董孙瑞 任命他为六班的正式班长 然后让六班把牛三押送到县里 参加人民大会的功审 谁知在押送途中 竟然碰见了牛三的外甥古老三 朱三亮随即开枪向古老三射击 原来古老三杀了朱三亮一家 看到自己的仇人 朱三亮这才一时失了之 向古老三开枪 但人没打着 反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牛三这个老滑头 趁乱跑向自己的外甥 但被六班战士一枪打死 连长知道这件事后 气得差点把董孙瑞给撕了 狠狠的批评了一顿董孙瑞 还把董孙瑞又降回了代理班长 营一班 我军总部为了犒劳战士们 安排演出队来到这里表演 晚上战士们都来看演出队表演 谁知演出队表演的太逼真了 董孙瑞竟然入了迷 台墙就要把台上表演坏人的演员打死 还好被连长和团长阻止 这才没闯下大祸 事后指导员找来董孙瑞 狠狠的批读了他一顿 还告诉董孙瑞要多学习文化知识 不能只靠蛮力打仗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董孙瑞每天书不离手研究战术 转眼几个月过去 总部计划进攻青龙山 董孙瑞研究出的战术得到了连长的肯定 于是安排六班在此次的战斗中打头阵 到了计划进攻的日子 连长召集战士们冲向青龙山 在其附近埋伏了起来 把分散的小队全部消灭 随后代表进攻的信号弹在天空盛开 战士们对着敌人阵地发起了进攻 一瞬间炮火纷飞 把敌人炸的找不找北 董孙瑞带着六班发起冲锋 奈何敌人碉堡的火力太猛 战士们无法向前进攻 这时董孙瑞的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安排让朱三亮司机把敌人的碉堡给炸了 然后让孙大光朝敌人阵地投掷手榴弹 掩护朱三亮 一瞬间战场上硝烟弥漫 朱三亮借着烟雾的掩护 成功把敌人的碉堡炸掉 随后六班战士们背着炸药包 炸掉了敌人的一个个碉堡 成功攻占了敌人多半的阵地 随后战士们乘乘追击 继续向山顶上发起进攻 然而就在董孙瑞安排座二狗 去炸掉最后一个碉堡时 胆小的座二狗面对敌人的射击 被吓得不敢向上冲 好在朱三亮挺身而出 成功用炸药包轰炸碉堡 怎料最后一个碉堡尤其坚固 一个炸药包根本无法炸毁 座二狗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前去 谁知这怂火跑到一半 就把碉堡给扔了出去 五班战士还以为碉堡已经被炸毁 随即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就在此时 敌人的碉堡突然射出子弹 五班战士们为了保护王海山 纷纷丧命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董孙瑞看见自己的战友被敌人杀害 瞬间怒法冲关 让队友掩护自己 然后背起两个炸药包 迎着敌人的疯狂射击 冲到碉堡跟前 将碉堡炸得粉碎 没了碉堡的限制 我军长驱直驻 把剩余的敌人全部歼灭 成功占领了敌人的重要阵地 为了后续的战斗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董孙瑞能否带领六班 成为全联的骄傲 对有全部牺牲的王海山 是否能够走出困境 剧情不迷路 点点小关注 我是华子 我们下集再见